猴娃的小名叫犬子,大名曾凡胜,已经三十岁了,猴娃不会说话,只能喊出其中简单的声音。 更让人惊奇的是,三十岁的猴娃从小到大,不论寒暑,从来都是这样赤身裸体,但是它却从来也没有生过病。 录像中怀抱孩子的就是猴娃的母亲,对于突然来到的王芳辰等人,他三肩七口,一语不发,而猴娃的父亲也始终不肯面对进口。 对于这一点,和王芳辰同一去的孙志勇记忆犹新。 我们进去之后,就是喊可以进来吗,可以在门口吗,我们想跟你聊聊,可以不可以啊,半天都不出来人。 然后他父亲呢,出来,在隔着门跟我们说了几句话,然后我们呢,就把我们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之后,才让我们进去坐在院子里边。 他母亲呢,对这个,我们的到来呢,很不高兴,就是很不喜欢我们看。 对猴娃身世的回避,更增加了大家的好奇心。 难道他们真的有什么难言之意? 在与猴娃父母的交谈中,猴娃开始接近大家。 在这个时候,王芳辰才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他。 赤身露体,脑袋很小,个子也显得高,胳膊长,然后他总的架势老是半蹲着,那么一个架势。 另外,他那个身子,就是肩胛骨比较高,两个胳膊比较长。